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可是有数百年的历史 那么问题来了 秦朝灭亡后 秦朝皇室的后人和老秦人在哪里 为什么没人复国呢 首先 第一个原因就是秦国和秦朝对于宗族势力的打压 在三国历史上 曹丕因为对于宗族势力的打压 导致司马懿换权后 力量薄弱曹魏宗室难以反抗 就秦国来说 自从商鞅变法后 就开始不断打压宗室势力 比如商鞅变法中的军功绝制 虽然增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也造成秦国的王族没落成普通的百姓 在战国七雄中 赵国 楚国 齐国 韩国 魏国 燕国等诸侯国的宗族都比较有存在感 比如 战国四公子都是各国的宗室 但是 就秦国来说 为了加强王权 所以对宗族势力进行了压制 集至秦始皇建立秦朝后 这一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二 其次 在复国上 宗族势力因为利益相关 所以是最积极的 但是 秦朝宗族势力的衰落 导致秦朝灭亡后 缺乏足够的推动力量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去世 在秦始皇去世后 即位的秦二世胡海 继续对宗室进行打压 根据史迹等史料的记载 胡海在赵高与李斯的帮助下 杀死兄弟姐妹二十余人 并逼死复苏 从而当上秦朝的第二位皇帝 而在汉高祖刘邦 迫使秦王子灵投降后 入关的项羽继续对秦朝宗室进行屠杀 经过胡海和项羽的屠杀 秦朝皇室的力量基本损失殆尽 三再者 因为以上两个原因 秦朝皇室力量损失殆尽 就算有漏网之余 在秦末汉初的乱世下 也很难有所作为了 说到这 可能有人要问啊 秦始皇的后人没有力量复国 那么 战国时期的秦国百姓 也及老秦人怎么不去复国呢 对此 在笔者看来 一方面 复国需要领导者 而领导者的人选 自然要以秦国宗室的号召力最强了 比如在东汉末年 刘备正是因为汉氏后裔的身份 这才能明正言设了这匡扶汉氏 如果不是的话 也要像曹操一样 携天子以令诸侯 四最后 另一方面 在秦朝灭亡后 秦国的核心区域关中地区是被刘邦占据的 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与父老约 法三章尔 杀人者死 伤人及造抵罪 通过约法三章 汉高祖刘邦赢得了关中百姓 以及老秦人的支持 从而削弱了 这些老秦人想要复国的意愿 在楚汉争霸期间 这些老秦人不仅没有复国 而是支持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 对于这些老秦人来说 楚国的后人项羽 自然是不能原谅了敌人 而废除秦朝言行刻法的刘邦 则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在建立西汉王朝后 汉高祖刘邦又实行修养生息的策略 这更加契合了这些老秦人的需要 由此 基于以上几个原因 不管是秦朝皇室的后人 还是老秦人 在秦朝灭亡后 几乎都没有意图或者推动复国 文秦怀历史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秦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